高兴而言 应上海英才静修学院的邀请 今天下午有一点时间 跟各位做一个交流 这个交流的主题 已经写在这个白板上 命运与修行 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呢 是因为我们在生活 要在一个资本和技术的时代 而资本和技术 这两样东西都有一个 最基本的特征 就是进步强制 资本要不断地保持 它争执的效率 资本一旦停止争执 它作为资本就死了 它成为消费基金 技术也要不断地更新 于是资本和技术 这对男生兄弟 规定的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 一个基本特征 就是进步强制 这种进步强制 是在禁闭当中展开的 于是我们就投入了 这样一种人类的社会生活 每一个个体 都不断地要把自己 跟别人做比较 你如果没有上升 你就是下降 你如果没有进步 你就是倒退 于是我们的人生 就被这个进步强制的标准 来评价了 包括我们把这种评价 标准引入我们自己的内心 形成我们的一种自我评价 我们怎么看我们的人生 我们是失败的还是成功的 标准在哪里呢 标准就在资本和技术 规定的进步强制忠良 这是一种病 德学界通常存它为 Modality 叫现代性 现代性病症 在当今这样一个 资本和技术的文明中 生活的每一个个体 都被卷入了一个 如机器一般的社会 结果中心 众生要为这个物质复利 而奋斗 他似乎被每一个人安排 指定了一条 基本相同的人生道理 1987年 我第一次到深圳去 因我的一个本科同学的邀请 我正想去看一看 当时深圳 是举过祖墨的经济特区 我很想看一看 深圳是何等的景象 来到深圳街头 真是乐气腾腾 当时照国贸大厦 他的建筑的速度 是每三天上升一层楼 被誉为深圳数年 我在深圳街头 看到一个标语牌 上面两行指 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 我一看到这两行指 我十分的惊讶 因为我是学习哲学 研究哲学人 老哲学的人 难免要讨论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生命的价值在哪里 这是哲学和宗教的话题 我不断地在探索说 现在不用探索了 因为答案已经给你 这两行指都给你 人生是短暂的 时间多么宝贵 它的价值在哪里 还原为金钱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效率 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数 我的第一反应 邪思邪见 这从佛教的角度 这叫种种的妄念 当时可以理解 这两行指 赫兰的写在街头的大标语牌上 他能够理解 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 中国改革开放起步了 要从计划经济时代 转为市场经济时代 我们想要摆脱普遍的贫困 所以大多数中国人 在当时接受了这两句话 并且把它看成是 生命奋斗的目标 我现在再问一个问题 今天的中国人 当下的中国人 究竟还有多少人 接受这两句话 来表达的我们时间的价值 和事与的意义 我们能同意 时间的价值就是金钱吗 我们能同意 生命的意义在于效率 全面的 深落的 对我们民族的命运的反思 这几年已经展开了 如果没有这种 普遍的反思的需要的话 我们不能想象 国学会为什么会复杀 我们来如何来判断 一个人的人生的失败 假如 我们的孩子 在餐厅里端棚子的服务员 或者是在马路上跑快递的 快递小哥 我们因此就能判断 评判他们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 假如是这样的话 那么中国大多数人的人生 都可以复杀 肯定为什么 失败的人生 在建筑工地上劳动 在人家的这个 住房的装潢工程里面劳动 在马路上跑快递 在餐厅里边端棚子 在酒店里面做服务员 中国有2.9亿农民共 这个数字就放在那 那2.9亿的人生 是失败的人生的 我们这个时代出了什么毛病 我想回去 我们已经说出来 你把你的人生的成败 的标准是从这个时代 的外部离开你的内心的 你就这么理解人生的 然后你又发现 你要挣扎了 对吧 于是这种挣扎 终于到了极其尴尬的重庆 就目标大家都差不多 一个要富一个要贵 资源非常有限 然后那个词来了叫什么 内卷 内卷 这是内卷到 终于大多数人 是在中国极其少的 资源 最后他说一个结论是什么 他就没啥希望 躺平 这不是个健康的社会 一个健康的社会 每一种职业都有他的尊敬 特别代表 他的人生的意义 因为每一个人 人里面是千差万别 不同的出生家庭的门第 不同的性别 男人跟女人就有差别 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智能水平 种种的差别 每一个人都应当各得其所 有的人 你打死他 他学不好数学 但他在另一个方面 他是能工巧匠 那个数学学得好的人 你能打死他 他都做不了能工巧匠 我小时候做航母 试试看 后来我父母看着 我做的整个过程 他就给我一个探长评价 他说 你这个手指被胶水粘住了 你看到我的笨作如实 后来在学校里 多时他们发现 我对语法学到学得很快 逻辑学还很清楚 人与人之间 在这方面没有忧虑之后 而是天赋的不同类型 对吧 所以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社会 每一个人都应该发挥他的 上天给他的 赋予他的天赋 只不过这个天赋 在不同的领域中 现在呢 我们今天的教育呢 是把文化知识考试的成绩 是唯一的标准 来评价在校读书的学生 于是就有一个概念来了 叫擦身 我认为在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词典里边 不应当出现这个词 它永远不应该出现在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词典里边 这个词叫擦身 凭什么 你拿什么做标准 读书为了啥 从小学开始读书了 为了成绩好 考试成绩为什么要好 因为我要进入一个更好的书中 为什么这个考试成绩一定要好 到更好的书中去呢 因为我要敲开重点高中的大门 我为什么一定要敲开重点高中的大门呢 因为我敲开了重点高中的大门之后呢 我才可能有机会敲开名牌大学的大门 那么我们追问 你为什么一定要敲开名牌大学的大门 因为一旦我在名牌大学背以后 我可能获得一份什么 收落丰厚的职业 读书为了这一点 那么我们现在回过来看呢 这是很荒谬的 为什么呢 所谓收落丰厚的职业 就是发一点财吧 或者走上官场吧 得一个权力的地位 一个富一个贵 这件事情师傅我们从小学开始的时候 就应当为此奋斗的 这目标应当是你的能生目标 年轻人总以为 这应当是我的目标 也接受了社会价值标准 不甘心于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 劳动 首先自舍其恋 第二把自己特有的才能 发挥得更好一点 是吧 没这么想 那么我后来有句话说 这句话后来现在在网上 我回传 我说一个人到了四十岁 还不相信你命 此人悟性太差 富贵穷通不归我们管 但我们总把 虚负 毕贫 虚贵 毕贱 看成是我们人生的目标 这其实不归我们 它是我们的命 本身包含着东西 那么就讲到命运这个概念 命运这个概念能否成立 因为你如果成立这个命运这个概念 成立的话 它就是把人的主观意志 看成是什么 区幻的东西 是吧 一般来说 我们不会这么想 我们认为 我今天的状况是 我以往奉斗的情况 如果我今天的状况不够好 是因为以往奉斗的不够 是吧 这通常都这么想 在这种想法当中呢 命运这个概念是不能成立的 如果你一定要成立的话 你就说命由自己 努力来造就 我掌握我自己的命运 如果是这句话能成立 命运这个概念根本也就被 这句话废除了 能被你掌握的算得上命运吗 这只是你的人生计划 公民们 就没有命运可言 于是相信命呢 被看成是消极的人生观 所谓相信命是指什么呢 相信我们在这世界上 走一招的招极啊 人生招极啊 并不是因为我们 主观的结果 而是被预先安排好 那么安排者是谁 当然有不同的想法 西方人西方人的说法 中国人的说法 那么你承认命运这个概念 你认为它能成立 那么你就要最问 哪些事情是属于命的 哪些事情不属于命的 你得先承认有命 这件事 那么这件事 哪一件事大家都承认有命 该无例外的 我出生在哪个家庭 你是出生在豪门 还出生在山区贫穷农民的家庭 这件事情经过你选择吗 经过你同意吗 在这一件事情上 每一个人都认定了 是不是这样 那个 任何人说 我对命运的理解 它是两个词的 命 是父母给 环境给 用 是决定人 包括 你的这个提问 很好的 今天 有时间把这两个概念 一个命一个运的概念 应该会说明一下 它们是内在就连在一起的 在算的时候呢 就讲命理学了 这是一门科学 当然 西方有西方的命理学 西方的命理学叫摘星术 英国还有专门的大学 就教这个理学 毕业了以后就文凭了 你就摘星诗了 摘星诗了 这是西方 欧洲民族也相信命 然后对于命做一番 做一门学梦出来 那么西方的命理学 主要就是摘星诗 那么中国的命理学 主要的就是看生成八字 那么这个生成八字里边 一个八字就是命权 叫命 从八字里边推出 每五年一步运 每五年一步运 就是一年推出来 这是等会儿要说的 命运这两个字 两在一起 能改的不能叫命 也不能叫命 有一句话是很真实的 说出来 我比如说 某人曾教的一步财运 才来党国之路 你想躲都躲不了 这不是你的努力 那么有人跟我讲 你王德鸿这么相信命 那么我问你 假如你帮我推算出来 我明年开始进入财运 那我就躺在家里 这样也可以了 睡在床上 美元和人民币花花的 就从天前花板 到我床上来 他总被反驳我 对吧 我笑了 我说如果你明年 交一步财运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你不可能躺在家里 你应该进入这步财运 你的兴趣和关注点 就自然往金钱方面走的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是真实的事情 我有一个很妙好的同学 本科是同学 研究生也是同学 我们两个人酷爱马克思哲学 研究生毕业后 我们都工作了 他在另外做大学任教 我在复旦任教 我们基本上两个礼拜 要进入职业 讨论马克思的1844年 经济学哲学周围 通宵打蛋 最后抵桌而免 这种关系 这样的状况 大概有一年半载了 突然有一阵子 他就不来了 不来了我也不知道 为啥不来 那我也没问他 我估计他那个学校工作 大概忙起来了 他没空两个礼拜 跟我交流一次 再过了一个多月 他突然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第一句话这么说 得分我发财了 我说你怎么发财 我买了500张论购证 记得吧股市刚刚开始 那么我说 500张论购证 你再转手卖了没有 他说没白 我说如果你转手卖了 你已经发了小财了 因为论购证的价格 已经在市场上上去 他说我500张论购证 统统投原始股 这大钱 那是一页报复 马上千万次资产 然后我就惊讶了 我说你不是跟我一样都喜欢马克思的线 怎么会想到那个股市的时序上去的 这是我刚刚开始有一间会看 我说你把年月日式报给我 那么我就排他的用 一排过来 就是静明 当时的静明 就是这个才有 他的兴趣完全差 这也不跟我讨论 1814年收拾了 所以一个人的 他的愿望 热情 心性 也在巴持重担 也是命理 我那个时候 我们是有钱花 我哥哥没钱 我上海三个家 他们买了一千张 钱不够我借给产 这个是真实 快真实 就是知识明明的用 有的时候 有的人你会突然发现他 性格变了 其实不是变了 性格还是老样子 他是听我妹不运 那不运 一定同时给他某种动力 有热情 所以这是人世会变的 比如说他长久跟我一样 是书袋子 我刚才讲的 而且酷安马克思学的书袋子 交流采用了 他不搞书袋子 这一行 所以别以为 不要误解了 关于对命运的论识 就是意味着我们 任何人的主观努力 是可以决定我们的命运的方向的 主观努力也在你命当中 比方说我王德福为什么喜欢哲学 空之又空的学 现在开始乐学我也没想到 板凳一座对我来说 叫三十年的 多么孤独的学 谁要听哲学 大家都在奔走着 每个中国人当时都做着发财的梦 我怎么会想到 但我就喜欢哲学 然后我最为的亲友 然后看不懂这个 你应该去看看别的 有那么清凭 在复旦当时的教授 我还没做教授 讲师副教授的工资很低的 你上来 当时不管这个部署单位 后来在贡献的 全都行 你都经历过 所以这是没办法的 就是我的八字 我的命 我的一步步走的运 都规定了我 就在那儿空之又空之 学问里感到这个 这一点不是我主观选择的 王老师我想问一下 你是算完八字以后觉得 三十年以后我才能翻红 所以我就要专注于 这一国的学习 还是 还是就是因为我的兴趣爱好 我就专注了三十年 遇到了当下的一个时代 你这个问题很好的 我后来略会看一点 你自然首先看自己 对啊 这时候你们这样 都说看自己不准 看自己会不准的 这些某些方面你会躲避的 对 但是大情况是 我也能看的 比如我是做哪一行的人 做官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做生意跟我也一点关系没有 这你自己看了就不 打消了这些就是做排他法 你看风提供的很好 并不是说我一定会在某个领域里面成功 而是我一定在哪些也不成功 真的真的 有排他法这些了 否则你叫某虚左 不是你该干的活 你在那里干个几十年 什么名堂都没有 这样的 这一例的人也很多 因为社会不让他们有新的机会 你要么打工 要么做公务员 那么你还做着发财 那么发财根也没关系 一个健康的社会 是为每一种八字提供的他法律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就批评 这个资本和极座的文明 他就这样一个进度强势 用一个统一的标准 在衡量着所有的年轻人 来给予你们同样的风格 这很方便 你要敢于拒绝这个社会价值体系 那要多大的优势啊 是吧 咱就穷了 咱就流到汗 咱每天要两块面包一杯水 干我喜欢的 有时候有这样的运气 这是个开场派 我们现在要言归正传 我们先把命运的概念 做了一个讨论 既然讲命运 就是说主观奋斗 主观努力是假象 最终决定我们主观努力的 救过的绝不是我们的能力 和我们的意志 而是命运 那么这一点 要能够领会他不容易 我说实际上要到40岁 40年的人生经验让你体会到 你跟某一个人跟你年龄相反 家庭出生门底差不多 家庭教育环境也差不多 智商也差不多 努力程度也差不多 你就眼看着他少年得慈 你的努力程度绝不差一差 你也不给他混 你就眼看着自己 几十年前诚成等 用什么来说 在复旦年纪轻轻的 当上了教授过后的 有一批人吧 那么在他边上有另外一批人 快要到退休了 还没陪到教授 这个是吧 我的办公室上面一层 有一个人跟我关系 他是部长自习的 他是中科院 不是毕业 进入复旦 三年跳一起 九年都不倒 九年就倒不倒 你也想想看 王老师所说的 奋斗一生 能够平常一个副教授 已经很不容易 是不是 最后以副教授退休 就是 就这样的 这个是整个 是不是 另外一面是 而且这样的老师 他从来没退过来 非常勤奋 眼看着他 人本来就很聪明 当时刚刚留下的是 青年才子 才俊 到终于是 副教授退休 莫非你 否则命这个 destiny 这个概念就没有了 因为到终于都没了 所以这件事情是 我在强调什么 我们确认有命 之后我们的人生观 才会是季节的 现在有人总说 不要跟年轻人说 有命 有孕 应该总装他们奉斗 要励志 这样才是这种 积极的人生观 人就相信命了 就变成消极的人生观 我说正好相反 孔子为什么说那句话 不知命 无以为君子 一个人不相信有命 他成不了君子 为什么 他会把他的一生 用来为富贵 有两个字奋斗 然后他忙了一辈子 在这忙了一辈子的过程当中 他从来没有真正的 enjoy life 也没有真正活出人生的精彩 所以儒家 确论有命 当然道家确论有命 佛家也确论有命 就是对命的解释不一样 那确论有命 为什么重要 就是我们不要把我们 这样一个有限的一生 交付给不归我们管的事情上去 富贵 民力 穷通 不归我们 但是不归我们管的事情 我们自己就管了一辈子 这样的人生 不是阶级的人生 是消极的人生 阶级的人生是这样的人生 无论我是怎样的处境 我都活出生命的意义来 正像中国农家讲的那句话 正像中国农家讲的那句话 军事的养成 我说很好 起初来讨论吧 然后许多的老师就在讲 叫中学教师就在讨论 我们如何说服 我们今天的中学生 把养成军事看成你 自己秀养的重要目标 如何说服他们呢 不然 他们得出了这样一个说法 要告诉我们今天的年轻的中学生 在这个时代做君子不吃亏